中文字幕 李宗盛 像大城市之间一些接驳 比如说从机场 从高铁站出来以后 然后到一些地铁站 或者什么 就是接驳这些 然后可以做 比如说 航站楼之间 就是大机场 航站楼之间的那些通勤 然后就是大型景区 然后还有景区连接 这些之间的通勤 第一个就是 它那个造价比较低 它的造价大概是地铁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然后第二呢 就是它的工期特别短 车辆的智能化水平 较以前的那个产品 有很大的提升 比如我们车辆 是自动驾驶 然后那个车辆设置有 PHM智能检测系统 全车呢 有100多个检测项点 时时刻刻监测的车辆的 重要部位的一个健康状况 为咱们车辆的一个行驶 保驾护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